《唱好音乐故事》 陈小宝 感谢大家 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节目旁边 我的节目是《唱好音乐故事》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陈小宝 我们的嘉宾 也是第二次再跟他聊天 因为他实在有太多东西可以说 我们希望这一集里面 大家更加了解陈慧嫌 非常多谢你们再跟我聊天 我们今天又讲一下歌曲 因为我们的节目名叫《唱好音乐故事》 上次一直在讲 尤其是《少女杂志》 因为那是你的开始 而且想多些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因为原来你家里 小时候一路跟你唱文歌 就是令你对音乐有很大的兴趣 结果你就做了一位很成功的歌手 是我们今天认识的陈慧嫌 在你的歌单里面 你选了《千千决歌》 这个《千千决歌》 我想我也有很多东西说 不如我们就讲一下这首歌 先由你开始好不好 《千千决歌》 那时候是很流行 将日本歌 改編做广东话 也自自然而言 就会出现 大家都有英雄之见略 选择同一首歌 选了这首歌给你的时候 你觉得这首歌会那么爆 你知道谁选了我吗? 不知道 所以问你呢? 这首歌是黄外军选给我的 Natalie 哦 是黄外军选给你的? 是的 有一天突然间就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他 有一天 那时候你也认识了 那首歌你听一下 我觉得很好听 很适合你唱的 你不如想一下去改編他 然后跟着他 哦 然后就选了给邱丁玉 邱丁玉就说 好啊 这首歌 然后就去拿权 当时的权是陈淑芬的 偶丁玉就当时他也跟陈淑芬有些交情 那陈淑芬就给了一个权给我们 OK 但是同一个时间就是 梅远芳也是拿到这个权 因为梅远芳和陈淑芬有很多交情 我这件事情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我也是听回来的 其实我之后我没有跟陈淑芬去确认 究竟是发生过什么事 我试试说一下 我相信也有很多节目旁边的朋友想了解一下 其实当有一位歌者 他已经听到一首歌他想改編的 当然手快有手万无 但是那个拿了 就是最早要拿这首歌的 其实他是只可以拥有一段时间的 就是可能不讲太复杂 总之就是你拿了这首歌之后 到你出版 你一出版了 就已经是可以有第二个人去adapt这首歌的 所以你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应该知道 《千千缺歌》是出先过《夕阳的歌》的 理论上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梅可以出先的 有可能是 我们才能说错 是阿妹和陈淑芬的关系比你和他好 我想绝对是 陈淑芬和阿妹是华星的 他们是华星的 当然是 其实陈淑芬和我也是没关系 只不过他和我定义有关系 那我们也说回公道说 陈淑芬也是做生意 他也是江湖中很聪明的人 他也不会说真的有这样的 怎么说 他也是依本子做事 总之就是 你记住 你去改篇一首歌 等一个时间你拿了之后 他有一个时间的 一个时间之后可以给第二个去改篇 那接着在这段时间里 就是说白点 谁录得最快 谁派唱台派得最快 就真的要看中间的过程 那时候我记得唱片公司就跟他说 还没派一首歌 因为要等阿妹先派一首歌 对了 我记错了 你应该是阿妹先拿了 然后就 他说好像有个日子 假设是9月21日 对啊 好像我刚刚说了他有个期 对啊 那一路就 阿妹都不 就是唱片公司说 不如这样说 录了之后 阿妹又出先过你了 那你还要出 你是不是这么喜欢这首歌 还是怎样呢 但是他又出早过我一天 对啊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了这首歌 整首歌已经做起了 是我的《暂别光弹》的一首主题曲 其实是我们拿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有第二个人拿了这首歌 这个肯定 这个肯定 否则会出现 对啊 否则我就不会去拿这首歌的首歌 那当时会不会 所以我们都已经做好这些东西了 那没得恨太了 所以怎样都会出的 这首歌 那会不会很伤心呢 当时才说 阿妹出了我一天 又是唱同一首歌 还要是梅怨芳唱 但是这首歌对来说 又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当时就是 你所说的 你要去读书 要《暂别歌坛》 对啊 对啊 那份歌词也是特别 Taylor Made 叫林郑强先生帮我寫的 那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那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好猛 我就站在那里准备 听明这个指示 做些什么 去做我这样的 明白 大家可以想象到 在这个真是黄金时间的 香港的粤语歌曲 在里面赚歌 大家那种竞争的 那种压力的那种 那种的乐趣 大家感受到 结果在拿奖那里 就好像是阿妹拿了的 TVB那个奖是阿妹拿了的 那晚我在楼下的 就是我是有看的 我不记得哪个是思义 思义就问你 阿卫霞你有些什么要说的 然后你就是 有些少计划的位置 停了一些 然后就说 我会记得TVB的 就是类似她说的那样的 是吧 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 我记得类似她说的就是 嗯 我很多谢她给我这个奖 不然我会记得她 好像是这样的 我有没有拿奖啊 好像没有拿奖 你不知道应该拿其他歌的 你拿其他歌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间 你问你这个问题 我都记不起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 所以一部那些颁奖呢 我第一一定要出现 第二也要看就是 哇原来 大家拼命拼得这么紧要 几乎是厮杀场面来的 那个年代是真的厮杀场面 所以我很记得你说的那番话 哥哥阿阿伦啊 他们是不是很多这些厮杀场面啊 但是你那个情况是最恶劣的就是 是同一首歌嘛 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也有拿的那首歌 你也有拿 但是问题是 那个金曲的大象呢 就是给这样子歌拿的 是是是是 这个是很肯定的 因为呢 其实呢 我觉得我的唱片公司当时呢 很疼我的 当然啦 也都当然有我老爸在这里 他们都不够胆了 你知道我老爸 你都没肯定 你和他的经历了 对吧 有他在这里 那我老爸也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他想我去读书的 然后唱片公司 其实他们呢 每个都觉得 其实小女孩去读一下书都好啊 但你间歇性回来 我们录下音都好啊 这样 那他们都很鼓励我的 那还有呢 最鼓励的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的威爺呢 威威呢 她是负责去电视台的 她负责去电视台那边的 那她呢 就是很 她是很乐力这一首歌 还有她是很 叮嘱我 很努力在大陆读书的 还有他们每个人都送很多礼物给我 在那边去美国呢 你要怎样用啊 这样的 那所以呢 对他们来说呢 对唱片公司来说呢 我这一首歌呢 拿到奖呢 对他们来说呢 是他们的一个成绩来的 还有他们很想 真心地很想 帮我去拿到这个奖的 那所以呢 当晚威爺呢 他知道的结果 不是他们心目中 所希望得到的呢 他是喝了酒的 然后喝了酒 然后醉了 然后跟着呢 然后呢 好像是太极 还是不知是比尔安 我不记得了 因为他们在后台上查出 的时候呢 威爺就跳上台 那里 撑住他们 不让他们出来嘛 是的 没错 这个在我们的圈里面 是个人都知道的 那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太疼我 这件事情 威爺从此是禁止了 就是TVB 不准他进TVB 为了我 结果就好像威爺去了读书 对吗 是啊 威爺去了读书 这个我们一定要给大家 有些朋友 不太清楚 我们唱片公司的运作 就是很简单的 我们做宣传的人 除了说有所谓 跑电台的人 也有跑电视台的 先头 有些人提到那位威爺 就是 真的是威爺 他做了很多年 全熟了 但是 大家都明白 在那个年代里面 因为TVB本身 自己有场面公司的出现 那变成了 整个颁奖礼 就非常之复杂 也会出现了 就是说 我自己觉得 这个《千千缺歌》 是红过《夕阳之歌》的 我不是在这里偏心 我只是说一个事实 给大家看 你只是看回内地 如果要唱这个《melody》 你看看内地的朋友 是《千千缺歌》 还是《夕阳之歌》 大家就会知道 我的这个答案 应该 虽不重亦不原 但是无奈 当日 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 《华星保励金》 一个TVB的东西 就去了一个这样的答案 我自己现在想回 和看回 两首歌都给你拿奖 然后要让《夕阳之歌》 拿了金曲金奖 这个是有点点 噁心的 因为我大胆说 我《七小宝》说 不要管 这些大机构 他们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但是 这个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难忘的经验 我是观众值 所以我记得 你讲那句话 多谢你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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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就觉得 我就 no comment 不反应 no comment 在这一方面 多谢你 你给了个机会 我这样讲 我讲的不代表 只代表本人意见 和本台无关 OK 那我们讲这么久 我们是否应该要听听 《千千决歌》呢 我们趁着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刚刚听完《千千决歌》 大家都听到《千千决歌》 那个血泪故事 那我们不再多讲 我想用这一段 做一个小小的引子 因为这个 是你没有写下来的歌 但是我很感兴趣想说的 透露一点 关于《傻女》这首歌 你有什么话要说 这首歌 就是突然有一天 欧丁佑就在办公室 那时候我们拍拖 所以我每天都在保雷金上班 那时候我会拍拖 卫玄真是没得顶 卫玄是一个真正的人 很爱的人 那我每天就回去 然后我每天都给你一些 听歌吧 很多人发出这些显示 然后我就说 你听歌吧 喂喂喂 有什么空呢 你坐在那里做什么 听歌吧 我就不停地在那里听歌 然后突然一天就听到 一只西班牙歌来的 傻女 一个西班牙版 然后我就说 这个歌挺好听的 然后我就给他听 他说好听啊 不过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刚刚 Toni A 就是我们那时候 卫玉金的 卫玉金 就是预用的编曲 我们的卫玉金所有的歌 都是他编的 他就对 他是西班牙人 那我就问他 挺好的 叫做什么呢 Laloka 我就问Toni A 这个歌名是什么意思 傻女 然后刚刚就在那里 傻女 好啊 对你啊 就改这个 做歌名 所以这个歌 我们是有了歌名 才找林振强先生 填词 OK 那我们听听傻女 好 再次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唱好音乐故事 非常之开心 我们有一个 她自己说自己又不漂亮 又说她自己是大少姑婆 又说她自己是傻女 但我觉得她的性格是lovely 到不得了 我一点都不觉得 真是心底说话 我觉得 丑样的轮都不轮到你 所以你自己自贬自己 好 那我们刚刚说到傻女 傻女 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因为当时 我就是在做新艺谱 傻女 就是未出街 但电台已经播放 很好反应 我应该要赞的 那个marketing是准确的 就是因为你是的确确有些 傻傻的东西 所以傻女 那样东西 是真的work 我是真性情 是真性情 是真的 真性情就是傻的 大家听着 那这个歌 很棒 但是当时 就是电台狂播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想找这首歌 但是你还未出街 但是有一天 我就和 你知道我们高层那些 晚上晚上都喝酒 突然间就见到 其中 高层 我说什么名字呢 就有点面大受容 坐在我旁边 他不是跟我说 他和他认识 另外我身边两个人说 大事 我当然是听到 我问什么事 他说 阿伦就不知道什么碟出了街 他里面是傻女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没有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没有没有 寶礼金真的盖得好 什么叫里面是傻女 我们给新加坡印卡组 里面多了一只傻女 里面其实是你那只碟 不过外面是谭永伦 Oh my god 是啊 是因为新加坡厂印错 真是好 这个时间这么多年 现在给你知道你都不会生气 你现在最多是笑了他算了 还有阿伦也是 因为那时候阿伦 我忘记了什么碟 又是通街找 谭永伦出身碟 又是通街找 有些人就说 咦 这就是傻女电台播副那首歌 为什么现在我买了谭永伦 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呢 那我们是紧张到 第一不可以让你知道 因为你是在打歌的嘛 对不对 那我更加不可以让阿伦知道 对不对 阿伦就反应不太大 阿伦最多就说 快点缩回来吧 你放回我那只 因为他是先出的 是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印碟 就不会给一只 就印一只 当然一次过给他很多 然后他就排期 哦 原来这一只 是12月1号出的 这一只是12月25号出的 他就续其印 谁知道他刚刚 举个例子是12月25号的 就举到12月1号那里 他们就可能疏忽 完全是疏忽 举到谭永伦那一只 所以就是搞到 封面谭永伦 没错 没错 所以就立刻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版本 我要这个碟 所以你真的反叛 没有人给回我 你真的反叛 我在这里要说 如果现在有些朋友 你真的有 如果你是有一盒 这样的碟的话 我这样恭喜你 这盒 好像韦涵所说 这盒是值钱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 我们这些高层 只是星期晚上去喝酒 我们有时候喝酒的时候 就是这些很疼痛的问题 这个好笑 不是很大件事 不知道买了多少张呢 那快去收回那些货 你知道了 收回那些货 固然是需要 中间牵涉到很多 出了多少货 你先不要说损失 印错了 那些厂会赔回 但是真的在街上有人买 我们那时候很相信 就是当你出了一盒子之后 然后你出现了一些 所谓的错体版 是那些发书友 才会买了之后 他存住的 大部分的都会退的 退了之后 他一旦退的时候 他就入过唱片店 他看到另一支碟 可能他就买了那支碟 他不买这支碟 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就很担心 那个生意会有影响 当然 歌星的reputation 唱片公司的reputation 这是真事 这是百分之二百的真事 那天我记得 那天本来我们很开心喝酒 因为几只碟都爆了 那还不是过肥链 嗯 但是忽然之间就是说 新加坡送了一个这么好的 门得很重要 连欧丁玉都没有跟我说 全部人都没有敢说 没有人敢说 那我们也相信 因为他有几条线生产的 有可能那条线 是一千多百盒 我估计 结果就不管了 出去 总之拿到那支 是阿伦 我忘记了阿伦 是拿到的 都拿回来先 然后没有人会再听 只是立刻下去 就说给新加坡听 喂 你做错 麻烦你 第一 你赔钱 第二就是 你应该听清听楚 我们要再出街 我们现在要 你几时 几月 几日 要尽快印 因为已经出货了 那些人会退 那个单要重新再写 这个很technical 我们不说 我只是说明明 为何我要播这个傻女 所以傻女很厉害 傻女可以搞乱市场 哈哈哈 真是傻狗 好 那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播这首歌 以下来的这首歌 是我觉得 我有一份很大的荣誉 因为是阿韦 我虽然不认识她 但是她一直在保利金做 我从来没有亲身可以 跟她在唱片上发生关系 这个就是我在环球的时候 韦限签给我 那我们做了一张唱片 我们稍微听听这首歌 叫做明日有明天 我们刚听过的就是明日有明天 在我面前的是我今天的嘉宾 陈韦限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我有机会可以直接 和你做一张唱片 我不是你老板 只不过我真的有机会 可以和你做一张唱片 这张唱片我们做的时候 知道阿韦限会签给我 我们很紧张 应该我们是有 我底下的同事 和你们开个会 和你开个会 嗯 嗯 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只是我有个同事 突然有一天 和我说 我们谈好了 就是我们被陈辉洋做了 当时陈辉洋的的确实是一个 写什么歌都会红的 赤手可热的人 我觉得好啊 但是为什么整首歌都会是陈辉洋呢 陈辉洋说他要是不写 他一写他就要写完整首歌 因为他是超级陈慧的粉丝 我说是粉丝还是粉丝 制作还是制作 不是这样的 接着我问他 我说 辉洋做一首歌很贵 整首歌他做 那我怎么办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是超级陈辉洋 他说 有办法谈的 我说好 你们去谈吧 我的印象当中 是很难谈 不是说陈辉洋收得贵 我只是觉得他真的超级陈辉洋 六星级酒店的咖啡店 我们很喜欢去 我约了他去喝下午茶 是说了很久 然后他说他怎么这么喜欢你的歌 是说到差不多 我觉得夸张点 差不多声雷区下 他说到就是说 你一定要让我做 我一定要做完 我不可以做一首 他说我给你做 我说你可不可以这么贵 他说我一定不可以便宜 什么不动 好笑 你的故事我又没有听过 他说但是你放心 里面所有的编曲 所有的东西 我全部都写完 我要在那里收你便宜点 因为他只是一条都做完 你不用分给别人写 唉 我觉得也没办法 好像已经说了给你 你好似闭了头 我说唉 那我就可以了 做吧 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件事 我不是觉得我欲赤 钱不是我 是公司的钱 我是觉得这张唱片 是令到我觉得我很 proud 我可以和你做完 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因为唱片是我觉得 卫嫇 当然不是你最好的唱片 只不过是我可以和卫嫇 做唱片的时候 可以做一首这样的唱片 给你 我觉得很驚慌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 都很有缘分 因为在当时 那个年代 很久之前 我读书的时候 这个六啤半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学生 未曾做歌手的时候 我已经是听这首唱片六啤半 亦都很多时候听商台的DJ 当时DJ 各个我都很崇拜 你是其中的一个 你说 说话 说话 很快 你是其中一个 我当时拥有六啤半的唱片 当然你是说话 是吗 是吗 你有没有唱到吗 我有半首歌 《快乐时光》 真的这么好 是的 因为你都可以说多 我记得 从关心开始 认识后 一直久不久 我们也有 在工作上 有点合作 有时是做DJ的访问 之后 《So Happens》 又变成了环球的老闆 《So Happens》 那一年 我又要准备开演唱会 我又想出一首唱片 《So Happens》 遇到小宝刚 是环球的老闆 还有我又出一首 《陳辉洋》 当时的歌 真的很出名 而且真的必红 这首唱片 这首唱片 《程义杰》 这首唱片 假设之间你真的没有听过 我很鼓励你去听 第一 慧嫌从来都没有试过 是这样的音乐方向 第二 而它里面所有的歌 是把傻女变成仙女 差不多全部都好像 童话故事里面的东西 我们刚刚听的 《明日又明天》 我自己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马上出现那些 类似歌舞剧的东西 我出现的 很自然的 就是 我想起《My Fair Lady》 但是结果呢 原来我不知道 原来里面结果有一首歌 就是《阿德里夏萍穿过的鞋》 《阿德里夏萍穿过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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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突然觉得 哎呀 这首唱片一定是跟我有关系的 一定是我做的 不然我不会有这样的乱想 其实呢 这首唱片呢 在我这么多的唱片里面 这首唱片是很刺激的 因为它是比较 跟我其他唱片的《out of the box》 所谓的这句英语 我是在你身上学的 多谢你《out of the box》 是的 这个是比较 《out of the box》的不同 变成了我和你的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上一集第一次开始的时候 就说这位你那首和我有关系 有关系的 是的 没错 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那就做了一首很特别的唱片出来 那我就觉得这首唱片 其实我应该怎么说呢 我和辉阳合作 第一次我的感觉就是 他的音乐是很独特的 那他这首唱片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他很怎么说呢 《明天》是很音乐的 整首唱片 其实每一首歌 你一听 有一个画面好像做戏 好像拍戏 已经是很有画面的 他每一首歌的編曲 都是很 很重复的 很丰富的 很丰富的 是的 我在这里唱一唱 我后来真的忍痛 是的 他说了这么多 一定 然后最后一句就是 一定不减价 我拿了这首唱片 后来听完的时候 我觉得是值这个价钱 是真的 为什么呢 所有的原曲 全部他自己写 自己编 那首唱片是很贵的 这首唱片是真的很贵的 完全会明白得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听一下 不如我问 阿辉庸这么喜欢你 那你们在录音的时候 他有没有很喜欢你的 没有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他喜欢我 我从来不知道 是的 我只知道 譬如我碰一些东西 然后他说 这个是不能碰的 哈哈 哦 OK 完全没有一种 他很喜欢我的 那样东西 我知道 我不知道 OK 而且我想说 这首唱片 我们最后是决定了 我们公司开会 决定了 明天 但是我记得 小宝跟我说过 他说这首唱片 我自己最喜欢 柯德莉夏萍村的鞋 是 你记得自己说过 你说你最喜欢 柯德莉夏萍村的鞋 我刚刚都懂得 把两首唱片 这样来解释给你听 那首唱片是很特别的 但是那首唱片 那首唱片 是不适合 那首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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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适合 那首唱片 然后我就知道 柯德莉夏萍村的鞋 是金培达社的 那不怪 是这么电影 这么电影配乐 是的 这么Opera 互相也同意 我跟他说 其实在这首唱片裏 我觉得我的人声 很漂亮 这首唱片 不是以前那些 这首唱片的主角 不是陈慧嫣 所以我陈慧嫣 只不过是 有这么多instrument 其中一样 我这首唱片 是的 我不是为一个歌声 而去做一首唱片 我觉得 这个是整个音乐的项目 是的 我是其中一个instrument 吹吹吹吹,這支碟應該是做一個舞台劇的 是呀,會很好聽 這支碟我整個感覺是很華麗,很華麗,很矜貴 OK,我們最後怎樣也要提一提,舒文和你之間的製作 你選了兩首歌,或者你講一講是哪一首歌 我們又發生了關係,我和舒文又發生過關係 OK 其實是我在環球,即現在我加入了英王 在環球的最後一支唱片,交由了給舒文去做 我們整個概念,我很記得,因為我們一起開會 整個概念,就是舒文希望幫我做一支什麼的唱片 就是他認為是很不陳為閒的 他不要我再唱那些很慘,很悲傷的歌 每一次錄音他都會提醒我,你記住了,開心點 接著有時候我開口唱,很慘,別那麼慘,你不是那麼慘 每次都會提醒我,你一定要很正確的 這次我有一支唱片,這支唱片的構思 其實他就是想,那些人聽了之後,會不停地循環 那些歌不會令到別人覺得很沉重 所以你可以一路開車,一路開車,一路不停地循環 你都不會覺得是沉重的 或者覺得不行了,又再聽,不行了,受不了了 會覺得很舒服的一支歌,就像那些人去開車 在外國一路開車,一路開車 接著一路播放音樂,一路播放音樂 一路播放音樂,一路播放音樂,都不會覺得很厭 他就希望做一支唱片出來 那你覺得你跟他這樣配合,你還不做到? 我都做到的,所有歌都是很舒服的 很開心,而且很正面 那這支唱片,你選了什麼歌和我們分享? 至今,唱片公司只推出了兩支 在一支精選唱片中,他們選了兩支 就是一支早機和一支回家 其實兩支歌都很想說 其實我很正確的 例如早機,我們特地有一個Gimmick 因為我有一支夜機,所以我現在有一支早機 夜機是很可憐的 從一個開心的地方,但懷了一個慘的心情去上飛機 但是早機就是在一個不開心的地方 懷了一個開心的心情去上飛機 是有一個不同的,有一個反差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在一個不開心的地方,因為我失戀 然後我就懷了一個開心的心情 希望去到下一個地點 我會找到一個更開心的將來 好的,那我們在這裡 我誠心公祝惠嫻 因為惠嫻現在搭了這個早機 去了一間新的唱片公司 那我希望這一班機是一帆風順 也希望你的歌聲可以繼續帶給大家 開心的日子,美麗的回憶 好嗎? Thank you 多謝你接受我的說話 多謝小寶,多謝 再見 我們... 我траご defining 不是 同樣的 只有一個